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上一集让我们看了对人情的冷淡 实在是好伤心 不过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 从第九章的三十五节开始 就给我们看见虽然人情冷淡 但是耶稣的恩情却是丰富的 让我们先来看经文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来 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塞人听见这话 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这段经文啊是约翰福音第九章最后的结尾 讲到耶稣听说这个被医好的瞎子 最后竟然被赶出会堂 赶出这个社区 于是耶稣就去寻找他 和和本的翻译在这里好像是一种 偶然的相遇 耶稣就遇见他 其实原来的文字呢是相当强烈的 是耶稣去寻找他 他知道当一个人被赶出社群的时候 他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面 就完全没有地位了 于是耶稣找到这个人了 就问他一个比眼睛得医治 更深刻和重要的问题了 那就是你相信上帝的儿子吗 这个人没有说相信或不相信 这个得医治的瞎子的回答是 谁是上帝的儿子我可以信呢 意涵是如此 这个人本来就相信 而且一直在等待和寻找啊 只是他以前眼睛瞎了 找不到嘛 于是他说谁是上帝的儿子 我能够相信他呢 那么耶稣后面的回答 也非常的辗转地回答的 耶稣没有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反而说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 耶稣看见这个得医治的瞎子 心灵的需要的时候 他是以瞎子为中心的 他不是说我就是 他是说你现在看见的就是 这个瞎子其实一辈子活了这么久啊 不断地被人忽视 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在这段经文里面 因为他也不需要名字了 有名字也没有人管啊 一个无名者 一个本来就是被忽视的人 却经历耶稣基督 以他为中心的对话 这种心灵的温暖啊 除非我们是那个人 不然我们很难体会的 这位心灵非常孤独的人 找到上帝的儿子 就是耶稣 所以他的回应非常强烈啊 我信了 于是就开始敬拜耶稣 一个人信耶稣 不只是口头上说相信 这位得医治的瞎子的行动 表达了一切 他所信的带出来了 就是敬拜 耶稣呢 不以此为结束 他说 你以前没看见了 现在看见了 因为你知道你是瞎子 有的人以为自己看得见 反而看不见 这样的一句宣告 使得在旁边的法利赛人 非常不满意 然到我们也瞎了吗 其实有两种瞎嘛 一种是肉眼的瞎子 但是法利赛人 是心灵的眼睛瞎了 他假如承认自己看不见 就是承认自己是瞎的 那么还有得再看见的机会 但是一个心灵瞎眼的人 不承认自己心灵是瞎的 那他就永远没有重建 心灵之光的机会了 这群法利赛人正是如此 所以耶稣在经文的最后 说你们的罪还在 使得你们的心灵的眼睛 仍然没有看见真光 于是这段经文的记录 就停在这一个宣告上 而这个宣告本身 其实就是耶稣对那个时代的审判 这个审判是非常强烈的 带给我们今天好多回想 那就是到底我们的心灵的眼睛 有没有瞎掉 假如我们的心灵眼睛瞎掉 我们需要承认 更是需要来到这位 医治瞎子的主 耶稣基督面前 他当然可以医治肉体的虾眼 更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虾眼 只要我们承认 主我需要 因为我看不见 那医治的真光 就会来到我们的心中 使我们重新能看见 愿主祝福你 让我们一起看见 心灵的真光 世界的真光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